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可能是另外一个方向 我说我以前在农校教书 然后最早以前在民国六七十年 我们会觉得那时候的学生回去 大概就是百分之百从农 但是后来农业的所得 1969年以后农业的所得是负成长 会觉得做休闲产业是一个他们可以走的一条路 那我就先走 所以在大概2000年左右 我们进入这个产业 先有我们台中市大安区的一个庭院餐厅 然后大概应该是2001、2002来到这边开始 开始在这边整理这片山林 那开业的话应该是2003 我们也是兰兰的台湾兰富裕的第一批尖兵 然后也在这边示众马兰 非常非常的成功 然后从此就在应该是2004年 就确立以这个兰兰这样的产业为核心价值 我是嘉义人 在嘉义农村那种那种氛围 不管是农作劳动的氛围或者是农贤 或者是节庆那样的氛围 是我们最怀念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理念弄到左野园区来 所以我们叫左野村 其实中间经过很多的挫败 比方说有一个那时候一个很知名的部落客 那他写了一篇文章 看了真的难过 他就说像废墟 那就是我们会把它做就是做旧 就是台湾早期的农村那样的感觉 但是他说像废墟啊 就也很好笑 后来碰到那个部落客 他说他被他毒舌过的后来都很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起心动念 我就是怀念我小时候的那样子的生活 那个叫做大同世界 鸡犬相闻 夜不庇护 那样的一个境界 我现在左野园区真的是这样子 比较感动的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我们这条街道上 这个小村的道路上 会听到年轻人说 啊这个 我要带我爸爸妈妈来 要带我阿公来 就是怀念他们小时候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老人家 你会看到他 他的眼眶都湿润了 他就说哇 这个就是我以前怎样 他就开始跟他的儿子、孙子们说 我以前怎样 包括我有一次在染工坊 然后有一个大概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就过来跟我说 我记得小时候 他记得以前有染布这一件事情 他说那个人就淡了一个单子 然后在村里面绕 来尼布 要尼布的人来尼布 来尼布 这样子 你远道而来的风景 是我的日常 文化为混 然后产业为体 然后它是相辅相成 然后才能够让这个产业呢 永续经营下去 有水、有土、有木、石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些元素 做了你看我们园区里面有几十个小水塘 其实它以前就是水机品 以这个水来当做它的麦 然后以土、木、石来当做骨架 来做这样的一个园区的建筑物的营造 那过几年以后 那个一个专家才跟我们说 这个叫做绿建筑 我们整个天然染染的过程 它是非常非常的环保 几乎是零碳排 零排放 因为这些水 包括我们染工坊的洗滴水 我们是排放到园区各个生态池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生态池里面的鱼、虾、 盖斑豆油都很活跃 这是环境教育 我们都不用去跟客人说 我们做得不好 这个整个环境氛围就会告诉客人 我们环保做得很好 很长的故事 环境草森林已经经营了21年 那21年前是我们两位创办人 他们想离开都市 然后到乡村过一段他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 刚开始就是一定是呈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跟美好的生活的样貌 那接着下来开始会考虑到顾客啊 还有这个地方环境以及等等这方面的需求 简单的讲是希望到山上来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环境、人情、还有服务 以及我们希望提倡的一个比较缓慢的生活 比较深刻的旅行 以及跟地方共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透过人缘不绝的、四季变化的这些花卉、四十风景、活动 以及我们匠心独具的一些创意 然后能够呈现出来给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觉得最困难的应该就是这二十年来 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的生活起了很大的缘化 如何能够不断的创新提出符合这个时代需求 那我觉得创意生活产业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点 所谓的弥补就是说透过一群人真实的生活 还有这些人他们发自内心独特的创意 故事很多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突然想到的故事 有一年我在北海道 然后晚上了我比较晚吃饭 我想去外面吃饭 然后正好看到壁炉前有一个孤独的男生 坐在那边烤壁炉 我就跟他聊 他说他太太小孩追剧去了 所以他就自己到壁炉来旁边烤壶 我说 我要出去吃饭 漫天雪地的一个夜晚聊了很多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经过了大概一年左右吧 有一天我在台中碰到他 原来他是台中澄清医院的副院长 那我觉得新草森林或是我们旗下的这些品牌 其实就有这样的魅力 能够我们没有目的 然后一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 那这些时光可以让我们支持我们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往前走 创意生活产业 第一个我觉得一定要有人 就是经营者或是服务者提供发自内心很独特的创意 我觉得这是发自人的背景 第二个部分就是能够跟这个时代 跟消费者能够产生共鸣 第三个他绝对不是me too的产品 所以创意生活产业他经营很有趣 同时他经营很困难 他是走在整个创新的前沿的一个产业 而不是说这个产业已经成熟了 我们往规模化然后复制咖啡去经营 所以我也觉得台湾如果有创意生活产业存在 台湾的生活就会越来越多样 而且越来越精彩 我觉得永续可以是三个层次 第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环境的永续 因为每一个产业或是企业的经营里头 对环境或多或少都是一种负担 那如果我们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多考虑一下环境的永续 那这件事情是永续的最基础 第二个部分是事业的永续 所谓的事业的永续就是 我也看过太多的不同的年轻人创业 或是业者的时候 就是一时兴起难以为继 那消费者也是因为媒体的报导 就万众按赞 然后一哄而散 那这个其实都不是对企业或是产业 经营的永续 所以在经营一个产业之前 除了刚刚提到的环境永续 第二个部分就如何让这个起心动念 能够永续的经营下去 那第三个部分其实是比较细腻的一些思考 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永续的提出 有创意的内容 而且能够引领这个消费的潮流 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这个也是创意生活的永续 循环草森林我们种了8000棵树 本身就是有一个失智探权的情况 种树其实不是很难 它要的是只有一个决心跟实践 树自己会长 可是那个决心跟时间 常常会因为经营的压力 时代的变迁而做改变 我觉得人跟树学习就是一件事情 一件很棒的事情 它坚定地站在那里 这个过程让消费者 让我们的旅客能够感受到 我们跟大自然学习 然后更谦虚 然后更体验这块土地的美好 这是我们最想要的目的 新平溪煤矿博物园区 其实它的前身是台湾煤矿博物馆 那它是在2002年的时候设立的 那其实这个博物馆 它原本就是新平溪煤矿 那它是在1985年的时候 是我父亲跟台阳煤矿买的 后来到1997年的时候就停产 那它那时候就很想把这个一个完整的矿区 来转变成一个博物馆 但其实是非常困难 但是它后来是在2000年的时候 就跟一些老矿工就慢慢整理了整个园区 后来到200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煤矿博物馆 那后来在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我后来就回来帮他们的忙 然后继续把这个园区再扩大 然后更名做新平溪煤矿博物园区 这个园区其实是有它非常可贵值得保存的地方 所以后来我就是放弃了一个 海外的一个事业 然后一直就是专心经营到现在 经营这个博物馆比较困难的部分 还是回到当初我父亲他要盖博物馆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煤矿的题材是会有点干的 所以对一般的人来讲 尤其是煤炭讲的都是会一些比较辛苦 比较危险这样的工作 这个对年轻族群他们又是比较陌生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去做这个文化的转译 让我们到一些会比较有趣轻松的一个话题 让他们可以来这个体验 然后听我们的故事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经过多年的一个摸索 以后其实是有些方法的 比如说我们会透过一些这个矿工的一个口述历史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了一些这个转译 那再加上是我们有非常特殊的这个80年的老火车头 可以带他们去做园区的一个一个动态的一个体验 其实在北部矿区 因为台湾的煤矿结束也是差不多只有二三十年的事情 所以其实很多都是煤矿的一个后代 甚至于带他们的父母来看这个矿场 那其实可以看到那个老人家其实是非常非常激动的 他们看了现场以后也会看到他们儿孙讲是说 这就是以前我们工作的环境啊 然后其实他们是最好的老人员 这非常有趣 以前我们是产媒 但我们现在是做一个文化观光 那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如何去做一些文化转译创新 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创意生活 对我们来讲就是它的一个精髓的地方 虽然我们讲的是一百年的一个产业的故事 但是对一个新生代来讲 他们眼中看到的跟我们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创意生活产业 其实我们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从他们的眼中的角度的矿场 在我们故事跟它讲完了以后 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想 甚至于我们很多的新的一个产品 甚至一个服务 都可以这样子去做一个动态的调整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认为这个创意生活 它是最可贵的一个部分 我们随时要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要去学习 我们要去转变 那永续经营的部分 就一个博物馆而言 其实它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有意义的 像我们煤矿博物馆讲述的就是 一百年来台湾煤矿的一个 它的运作跟一个产业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国际交流 其实它们也对于就是说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民间的博物馆的营运 它们有引起非常多的一个兴趣 甚至于结合很多的一个友好馆 在与大自然这个和谐相处 这个部分把我们煤炭的一个故事 从喜福到祈福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保存 还有动态展示的方式 那可以跟国内外的游客 来去分享台湾的这一个产业史 这一年来台湾的一个创业生活产业 经营马上就二十年了 我当初会想要做这些事情 要愿意用心耕耘是因为我看到 台湾未来的国际化是在地国际化 而生活产业这些事情 它不像代工需要有完整的规格化 那生活产业可以有各种的方式去诠释自己的风土 自己的人文自己的艺术 The One的出发是相信 台湾的服务业跟台湾的这些所谓的艺术职人设计师 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天 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愿景 所以我们其实集合了这些人 然后从一个软实力的角度 希望能建构出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希望有机会他到南园住个两天住个三天 一个定点式的度假 他可以得到很多所谓自己心灵上的邪心 让自己能够重新跟天地对话 我想疫情是这样 对所有的产业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然后也会鼓励我们 譬如说这个疫情不容易度过 你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很希望你为台湾的服务品牌 为台湾旅宿业走出一个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反而去采购我们周边的小农职人 设计师工艺师的东西 然后当作一个唯一的礼物给来支持我们的客人 来谢谢他说 尽管在疫情的时候 还能够选择到德万这边来入住 而这些客人跟着德万一起来支持这些小农 一对老夫妇曾经入住南园 晚上八九点用完餐的时候 就觉得他好像有什么话想告诉我们 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发现 原来我们家电视里面 某一个频道在新竹的南园没有 那那个频道呢 放的影集刚好是他看的连续剧的最后一集 那他就很焦急 我们的管家知道之后 毫不考虑骑摩托车下山到竹北的露营带店 租了这个影集 所以在九点的时候按了门铃给这对老夫妇 所以老夫妇开心的非常开心 那老夫妇成为我们的常客 每次回来的时候带着巧克力带着礼物来 于是我们建立了跟这些所谓来的客人之间 真的用心款待 一起过生活的感觉 他是一个心灵占有律的事业 所以他是天天用心经营 用心跟土地友善 用心跟职人去探讨他原创的意念 用心去了解所有人事务方方面面的精彩 然后一起建构出来 产生不一样的内容 用心的一个产业 那也希望消费者也能够用心来品味 然后用心来一起支持 在这个产业里面产生的破坏性创新 那我们大家会得到什么 我们会有更好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品质 我们会有更好当休闲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好的歇心的场所 创新生活产业这个永续是 你能够珍惜所谓的职人 跟所有的耕种者这些人 所产出的东西 你必须要把这些东西不是来料夹钩 是要懂它的价值 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 诠释出更大的价值 让来的人了解 真正的永续不是就是期待 另外一个更美好的变革发生 而这个变革是变成一种新的商业 新的经营模式 新的价值理念 从医生有印象 我的同心的感觉 就是在地化 再来它有故事 有故事之后 人家说一个故事 可以把一个商业 说到活灵活现 像我如果出去 现在不是很多网红 我们组件就跟我说 爸爸 譬如说我去南岛去日月茶庄 他就说 这间日记时代是一个什么茶庄 就把那故事讲起来 那故事如果说出来的时候 那些紅茶喝下去 尽管没那么感 也会变得很感 那些感 是由心痛最深的深处 是填出来的 所以这代表说 那些故事给你有感觉 有感觉的时候 你对这个整个的体验 好像你有回到原来的那个情境里面 问一个生理 问一个三件 通常要 就是要找到气候 要找到气候 就是 你要去找到你的特性 现在这个创意生活的特性 就是在地化 文化 加美学 再加故事 你要再加这个时代的时事问题 也要能够结合 尤其 创意生活 一定会跟绿色 发生关系 这绿色是目前 所有国际 通常的问题 这国际的问题 绿色 就是我们说的永续 你一个创意生活 像我们说 结合在地美学 人文 体验 你如果没有绿色加进去 好像一个花朵 缺少利益来衬托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结合 我们以前为美学 再来体验经济的经验 但是 我们要注意 就是我们一定要有特性 你一个创意生活 你如果没有特性 这经营时间是不久的 我觉得可以把绿色体验 加进来 就是让我们觉得 你说 你这个在地文化 跟在地材料 在地的特性 跟进来的时候 对这个环境 其实是有帮助的 永续经营 所以我是希望说 真的就是以后要推 不要一味的去copy 或是说从国外copy过来 我认为应该要有你自己的特色 好好把你内心的那个实在的故事 去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才是未来 你可以永续经营的 一个实实在在的精灵之道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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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了